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触日本花道 这之前虽然学过西式插花 不过李珍说 两者无论是在理念还是艺术呈现方面都大不相同 开始的时候还有些不习惯 西方的这个插花呢 它是有一个形给你 比如说你今天想插圆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 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程序在那边 所用的花材也是挺多的 那么从西洋插花换成这个花道 当然是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非常不习惯只给你三朵花 那你现有什么材料你就怎么去做 但是你要把它插出一个很有立体感 很有美感 一个天地人的一个表现 它是一个非常挑战的 所以这就是两者不同的一个插法 加入花道学会之后 李珍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爱华之人 在相互切磋的过程中 也有了自己的一些领悟 碰到一些事情 我会用一个更平静的心态去看 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当下一个角度 我们插花也是一个角度 你这个花你直接拿起来再重新插过 它又呈现出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美 同样的奇才 所以也学习到了 同一个事情 你要用不同角度去处理事情 去看 有时稍微站在朋友之间的一个角度看 你会觉得说 这个心境就是一个残修 通过线条 颜色和形态的协调搭配 散发高雅的格调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日本花道 过去出现了什么样的改变 各种流派又强调哪些理念呢 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日本花道最初是在中国隋唐时期 传到日本之后 从佛前供花演变成一门艺术摆设 先后产生了各种派流 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磁房流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Iguinobo 他还是到今天 他还是比较注重他的原始的线条 他就是比较简单 接下来就成为一些小元派 他也就是O'Hara 他就稍微一点创新 就线条多了一点 花财用稍微多一点 到了近期 炒越派是一个最创新的一个派数 就是在大战以后所一个改革 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他所用的材料 已经不限于说 我们现有的树枝 现有的花槽 他可以用塑料 也可以用这个钢丝 可以用玻璃 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装饰品 来做一个搭配 这些派流虽然各不相同 但基本理念是相通的 讲究的是天地人 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 追求的是静 雅 美 真 和的意境 这天地人本身 他现在在我们这个理念里面来说 他将我们简单 你所拥有的材料 的美呈现出来 但是在这过程 你也可以说是宇宙间的缩影 你也可以说你在当下所看到的 你去花园里 或者你在路边散步的时候 这树枝挺美的 我可以把它带回家 然后成为我的一个 作品的一个线条 它就是你可以 把你你揍的一切 缩影在里面 你也可以这么说 日本花道不单讲究技巧 还着重新的磨练 炒化的过程 也是修养身心的缠道 日本花道呢 我们一定要将一些 比较多余出来的一些叶子 甚至一些花瓣 我们都要能够一个取舍 有时候会觉得很心痛说 哎呀 这个花瓣挺美的 怎么要拿走 但是你要呈现出 整个这个的立体感 跟它的美感 有时候我们就要学到了 就长修的一个境界 取一舍之间的一个决定 新年快要到了 又到了送旧迎新的时候 大家不妨可以考虑 在家居当中摆放一盆鲜花 让房子心情都焕然一新 我们就请了力真 给我们做插花的示范 那观众朋友可以上 新传媒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去点击观看 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就播放到这里 我是志音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未经许 모두 by bwd6 芳You 未经许可,不紧 住 med 游准 以前 入